南韩近日的N号房事件占据全球各大媒体版面,原先传出吹哨人为新闻从业人员,但事实并非如此,真正揭露整起事件的其实是两名就读汉林大学的女学生。 两位女大生接受KBS新闻采访时透露,她们去年7月以团体追踪传火花的身份,报名由新闻通讯振兴会主办的第一届探查采访征集比赛,当时得知有Telegram聊天室流传为成年少女被迫拍下的虐待影片,因此决定以这起事件为主题进行专题报道。 女大生透露,要进入哪些聊天室需突破双重关卡,首先是透过询问,附和哪些人会讯息,和其他会员交流对话便可加入,第二关则是要进入其他眼神出来的聊天室,需和他人交换影片,而她们也目睹许多被迫拍摄影片的女性,就连未成年少女都深受其害。 当时女大生们每天夸4-5个小时潜入聊天室搜集犯罪证据,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她们最终完成专题,比赛也拿下优秀奖,不过整起事件当下却未引起关注。 直到今年年初,南韩国会陈情区出现解决Telegram上发生的网络性犯罪的请愿,得到10万人同意,这起事件才慢慢被重视。 而当时她们聊天室内容截图下来的证据日后也成了警方最有力的证据,成功协助警方逮捕多名嫌疑人,包含主贤赵祝斌。 对于坊间流传各项消息,女大生们也拍影片澄清部分为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